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继荣 沙奥地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 14号到达无人机攻击 导致沙国石油产能减少1分之1 严重冲击世界石油产量 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油价在15号晚接 每桶报60.98美元 涨幅大约10% 沙奥地官员表示正在加快抢修 目前已经恢复原油产油量的1分之1 这次无人机攻击 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宣称犯案 这次攻击造成了沙奥地石油产量 每日减产570万桶 相当于沙奥地50%的产量 也影响了全球石油供应的6% 另外美联社报道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电子交易平台最新油价显示 美国原油价格每桶上涨5.61元 涨幅达到了10.2%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将会形成石油产业 近些年来的最高涨幅 并且油价也将涨至数月来的新高 14号的这场攻击 不仅危及了能源市场 也凸显了沙奥地阿拉伯 仍然在全球原油供应链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川普总统15号已经授权 在必要时释出战略石油储备 以稳定市场供应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基于可能对油价产生影响的 沙国攻击事件 我已经授权在必要时 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出石油 这个石油未定的石油储备 将足以保持市场供应充足 我还通知所有相关单位 加快通过德州和各州的 输油管线核准过程 消息人士也透露 沙乌地官员已经讨论 释出该国多余的库存油料 以弥补短期的供应缺口 重点重望这里报道